文章来源 经济日报 创办尾部风险 避险基金Universa 靠着一套复杂的策略 在昔日几波市场崩盘时 获利成果斐然 包括有次一天就大赚10亿美元 尽管平日操作这套策略 几乎天天赔钱 只要发几次灾难财 例如2008年金融海啸 2015年闪电崩盘 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股灾 操盘绩效仍击败传统古六债寺的 多元投资组合 史比斯纳格本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某种实在很糟糕的情况 他遇见一场巨大的卖压就要来袭 可能使美股市值蒸发一半以上 美股目前看来平静无波 仍盘旋在记录高点附近 史比斯纳格认为 这波涨势仍会持续数月 甚至涨得更狂野 因为现在市场处于金发女孩阶段 不冷不热恰到好处 通膨已去缓和 Fed降息再往 鼓励投资人进一步做多 但他警告 降息鸣枪起跑 通常是视况大逆转的讯号 另一警讯是 看空后视的声音几乎全部消失 今年5月 著名大公投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威尔森 由空翻多 摩根大通策略师科兰诺维奇 在人工智能 AI热潮驱动的这波涨势中 坚持悲观立场 结果最近丢了饭碗 其他没买进回答 NVIDIA 这类标股已知错过AI上涨列车的基金经理人 如今只能含泪铁伤口 但这种情况令人回想起达康年代 1999年底 看空美股的美林策略师科拉夫 黯然离职 数月之后 标普500指数就触顶下滑 史比斯纳格预言 美股未来这波跌势将比25年前更惨烈 因为涨得更离谱 已形成人类史上最大的泡沫 美股价位高不胜寒 加上公共债务巨大 更难指望美国政府出手救市 总体经济方面他也不看好 认为通膨将降过头 美国经济可能在年底前不如衰退 他形容当前总经情势 有如巨型火药箱定时炸弹 Megatinderbox stand bomb 政府债台高筑 加上其他隐藏的风险 已形成火种 一旦已燃 大火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但史比斯纳格认为 无法取得尾部避险工具的投资人 或许可已不变应万变 他认为被动投资股票 是最佳长期策略 只要无谓新闻标题有多可怕 持续定期投资指数基金 应该就没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